玩家这天正常打开电脑准备玩麦块 可突然正版启动器旁多了一个名字叫Eros R2的应用程序 这个程序的图标和麦块的图标很相似 只是颜色很诡异 出于好奇玩家打开了这个应用程序 应用眼帘的是那熟悉而又诡异的猫匠字母 接着一个充满着五颜六色的花瓶界面出现在玩家眼前 这是麦块 同时伴有着超大声的嘶啦声 玩家耳膜都快被震破了 他试图调小游戏内的声音 但是很显然不管用 不论声音数值调为多少这种噪声依然震耳欲聋 无奈玩家只能去电脑桌面调整整个应用的整体音量 这下好多了 随后他打算尝试进入多人联机模式 但是他发现光标无法点击这个选项 只能点击单人游戏 于是玩家准备创建一个新世界 可此时他又发现游戏模式无法更改 所以他被迫只能玩生存模式 他被迫观看了一个游戏动画 这是一个史蒂夫 他正在撸树 突然他就遭到了未知力量的攻击 哦他原来是自己在打自己 接着满地便爆了装备 玩家看后很不可思议 随着游戏正式开始 玩家发现自己的整个游戏画面都很阴间 首先是左上鸟的游戏版本 被划掉变成了Eros R 接着是自己的生命值和饥饿值很杂乱 并且不断的在闪动 最重要的是进入游戏后 那震耳欲聋的嘶辣声再次响起 玩家这次只能被迫摘掉耳机 要想浮现录树 玩家录掉了第一棵树 由于生命值和饥饿值已经废掉 玩家根本无法判断出当前自己的饥饿值以及生命值 有了木头后当然是制作工作台 可玩家打开库存准备合成工作台时 突然他被吓了一跳 自己的游戏角色脑袋没了 玩家不敢相信 于是他按动F5切换视角后 自己的游戏角色果然是这个样子 相信正常MC玩家看到这些已经不敢再玩下去了 但是玩家超勇的 他决定继续看看这里面还有什么诡异的现象 当他把光标放在原木上时 原木的名字也无法正常显示 不过幸运的是 他能正常合成东西 玩家制作了稿子和木件 继续行走 他发现了大量悬浮着的仙人掌 这牛顿见了都直呼离谱啊 随后玩家又找到了一出洞穴 在下面找到了一些铁矿 挖了一些石头 很快 诡异的现象再次出现 他看到了有一头佩奇 在自己的视野中凭空消失 不知道这头佩奇去哪了 总之很诡异 玩家接着在洞穴附近又挖了大量的煤矿 就这样一直待到了天黑 他又发现周围凭空出现了一些猪排 可自己并没有杀猪猪啊 为什么会散落猪排呢 又发育了一会儿后 玩家制作了一个铁胸甲 接着他再次回到了顶部 外面此时已经出现了骷髅以及苦力怕 一番激烈的战斗后 玩家再次打开了自己的库存 他发现了自己的游戏人物身上插了很多箭矢 玩家不想在这黑夜中游玩了 他搞了一些羊毛迅速的制作了床 度过黑夜 睡觉也很正常 随后玩家打算烧制更多的铁钉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注意到自己的等级变为了101 为什么会这么快 为了接下来更安全的游玩 他赶快制作了铁鎬和铁键 随后他找到了一处村庄 他发现站在屋外查看村庄房子那时 里面都是漆黑的 但是走进去后一切正常 玩家接着掠夺了铁匠铺 搞到了腿甲和鞋子 接着他在附近的沼泽中又发现了干枯的灌木 也是漂浮着的 还有睡帘 玩家想整理一下自己的库存 他试图将同类物品叠加起来 但是他发现不能 每个物品最多都是23个 随后玩家再次来到了沙漠 那些悬浮着大量仙人掌的地方 可他走了没几步 突然游戏就从白天变成了黑夜 还好玩家随身带着床 他赶快继续睡觉度过了黑夜 天亮后 他再次探索着这个诡异的世界 玩家打算露一些木头 搭建一个住所 可突然他注意到 左上角的游戏版本发生了变化 最开始玩家记得应该是1.6.9 现在变成了1.7.5 玩家试图赶在天黑前搭建自己的住所 但是很遗憾 天黑时他的住所还没有封顶 突然他又遭到了一道闪电的攻击 玩家赶快睡觉度过黑夜后 全力的继续完善住所 可突然玩家莫名其妙的嗝屁了 什么情况 这次玩家的物品全部消失 让我们再回放一下玩家嗝屁的画面 很显然他站在这里没干什么就嗝屁了 随后他准备去灌一桶水 但回来的路上 他感觉自己的游戏角色被人推了一下 方曼刚才的画面可以看到 玩家走的是直线 突然就被迫朝右侧偏移 不过还好没有发生危险 玩家迅速地完善了自己的住所 但是他将屋顶留了一块没有封完 他想看看还会不会遭到闪电的劈打 随后他制作了头甲 虽然他没有脑袋但是头甲却能放在装备栏上 房屋搭建好之后玩家打算去矿洞探险 前方高能即将来袭 请屏幕前胆小的赶快将我超勇打在弓屏上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来到矿洞遭到了骷髅的攻击 正打得激烈实 下一秒玩家的屏幕右侧出现了一个五颜六色的尸体 并且此时游戏内又响起了很刺耳的噪音 玩家虽然没戴耳机但依然能听到从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 这个身影就是错误实体422 玩家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他的电脑开始崩溃接着死机蓝屏 三次重启后 他迅速的彻底删除掉了这个Aero 422启动器 本期视频到此也就结束了